我把我的資料都給他了,現在怎麼辦? 你資料給他,他沒辦法做什麼事啊 是他現在主要的點就是為了要跟他交換你這個錢拿走 你差點100萬就要被騙中了 信義分局六張黎派出所日前接貨 轄內兆豐銀行信義分行來電通報表示 有一名江姓富人到分行零貴 想要提款新台幣105萬元 經行員關懷發現江女神情緊張 無法說清零款用途 汪信行員察覺有意懷疑江女遭詐騙 激進通報援警到場協助 我們公文不會長這樣 他還說你穿什麼衣服都銀行 他等一下要把你100萬拿走 他們都是假檢警 這個是慣用手法 這個手法已經用到爛了 原來是江女稱接到檢察官來電 告知電話費沒有繳清且涉及洗錢案件 需將存款新台幣105萬元交付監管 以避免賬戶遭到凍結 過程中江女被誘導加入詐騙集團設立的賴群組 群組中有成員另傳送假法員公文 令江女以為真的涉及洗錢案件 經過園警分析說明並出示相關類似詐騙新聞 將女才驚訣受騙 表示該筆存款是過失丈夫留下的遺產 所幸遇到銀行行員和園警協助 才能避免遺憾事件發生 新一分局呼籲民眾若接觸此類假冒機構詐騙 請切記防詐三藥冷靜查證報案 撥打165反詐騙專線確認 記者文君台北報導